一瓦充滿濃濃老舊氣息 瞬間時光交錯 這一磚一瓦 是時下最流行的復古 眷村風 映入眼簾的是馬祖新村 名字裡有馬祖 但其實它位在桃園中立 民國46年完工 保存60年的歷史記憶 當年駐守在外島的官兵 還有眷屬 總共226戶人家在此生活 由於多數能住在這裡的 都屬於高階將領 所以擁有將軍村的封號 進到眷村裡頭 這裡是將軍的住所 當時只要你的關節越高 你住的坪數也就越大 那現在的擺設 也盡量仿造當時的眷村風格 那這裡馬祖眷村 跟其他眷村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每一戶都會有庭院 走的是一個美式風格 化新權將軍 以他留美的建築方式來蓋 以他的那個住所 在馬祖的那個八十四師 來命名為馬祖新村 我站在那裡啦 沒關係 把我搗拌去車上說 保留原汁原味的美式懷舊建築 讓不少導演劇組取景拍攝 包括最新電影胡偉 知名電視劇一把青 都可以看到馬祖新村 還原濃濃眷村樣貌 現在反而成了老受通吃的 超夯打卡店 那個舊時代的味道 但你進來的時候發現 其實有很多故事 就是你會細細的去看裡面的故事內容 我就是這裡的氛圍 去感受這個地方 就會慢慢的想說 這裡之前發生什麼樣的故事 老舊眷村重新診斷 現在成了文創園區 保留歷史足跡 獨有的紅磚灰泥牆 眷村房舍 復古的眷村文化 再度引領潮流 簡黃條宋香林 桃園報導